另外提醒大家 现在呢如果你想要买保健食品 当然购买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可是你要看一看价钱 是不是怪怪的 日本知名大厂的保健药品和利他命 在市场上面就出现了一些是假货 有民众是在跳蚤市场里面 买了三怪一千块的这样的价格 不过回家拆封之后 就发现怎么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 实际跟家里头原本买的比对一下 说其实一眼就可以辨认 因为不管是药品本身 还是药丸 其实都不太一样 恐怕就是仿冒品 而且说药丸还呈现非常诡异的荧光色 那他当然是不敢吃了 所以要是也提醒大家 有一些仿冒品会为了达到提神的效果 有可能会加入一些咖啡因 你吃多了当然上身 一颗颗黄色药丸 上面还有小字样 这是日本知名大厂的保健食品和利他命 有民众在三重跳蚤市场的摊贩 一口气买了三罐一共一千元 但是荷丸他命怎么会出现在市场里 江先生当时就是来到这处只有白天营业的跳蚤市场 他跟摊贩买了三罐和利他命回家 但是拆开后才发现有点不太对劲 因为它的盛装容器跟平常的长相不太一样 而且连药丸也有点怪怪的 实际拿正品来比对 假的和利他命平身是塑胶的 正品则是玻璃 再看到药丸也是一眼就能辨认 仿冒品的药丸色则怪异呈现荧光色 正品的药丸上面印有一串厂商的logo 另外从外包装盒的大小和开封处的贴纸 也可以看出端倪 不只是防冒品流入市场 就连网路上也传出有不肖人士 用不合理的低价贩售假的和利他命 钥匙表示从网路通路购买的有八成都是假药 和利他命的官网也有醒目的文字提醒 业者绝对不会在网路上贩售 民众要到实体通路购买 才能避免买到仿冒品 花钱又上升 三立新闻李文胜 翁家瑜台北采访报道 走路购乱